这位同学问的 他说拜佛时候 总觉得佛是有很 我 佛我是有很大的分别 佛高高在上 自信却是佛 如何使自己体会佛我无二的境界 你问的话很正确 确实要能做到佛我无二 这是功夫 怎么能做到佛我无二呢 先要做到人无二 然后才能够通到佛我无二 我们讲大经 不止一次的提醒同学 常常提醒 许多宗教里面 特别是东方的宗教 印度教 婆罗门教 实在讲 西方的基督教 早期经典里面 也肯定 有轮回 现在这个六道轮回的观念 已经成了一个时髦的话题了 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身会死 我们的灵性不会死 论音会上 释迦牟尼佛告诉波斯尼王叔 他问波斯尼王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大王说 我今年六十二岁 他跟释迦牟尼佛同年 佛迪问他 他是你自己回想一想 你几时见到很后 他说他三岁 他母亲带他了 经过很后 知道见到很好 然后他就问他 他说你想想 你十岁跟二十岁比 这个身体 二十岁的时候 比十岁怎么样 那比十岁老很多了 那三十岁 三十岁又比二十岁老了 这今年六十二岁呢 那想起过去 比五十岁的时候老了很多了 这个奏文也多了 那眼也变成老花了 耳朵也不太灵光了 这说明什么 身体有变化 有变化就有生命 佛就反过来问他 你三岁见很后 现在你六十几岁再见很后 你的见 有没有两样 他想想没有两样 三岁见很后是这样 现在六十二岁见很后还是这样 你这个见不变 不变就是没有生命 从这个地方证明 六根的根性是不生不灭的 六根的根深是有生命的 根性没有生命 波斯林王从这个地方觉悟了 这个比现在一般人讲 灵魂的高明太多了 说再讲 灵魂还是有生命 为什么 他说是有忘性 他不是真心 佛讲的是见性 这是真心 六根根性是真心 心性不生不灭 肉体有生命 这个比一般说轮回要高明太多了 那么佛告诉我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都是自信变现的 这个话我们很难懂 所以佛常常用比喻来说法 最常用的比喻是梦 梦幻泡影 梦幻泡影四个比喻 以梦为主 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 梦中有自己 也梦到许多人 也梦到山火大地 也梦到虚空 当你梦醒的时候 你可以去仔细想想 梦里境界还很清楚 这梦中境界从哪来的 自己心想变现出来的 梦里境界 梦里境界 梦中别人还是自己 山火大地虚空 梦有一样不是自己 梦是个妄境 所以是全妄即真 全部的妄境 真心变现 全真即妄 我们全部的真心性 化成外面虚幻的境界 性相是一不是二 性相一如 性相不二 真跟妄是一 他不是二 我们今天见不了性 是把真跟妄分作两边 不晓得真就是妄 妄就是真 真妄是一不是二 你真真欺入这个境界 我们对一切众生 就跟对自己一样 自他不二 生佛伯 佛从哪里来的 佛是我们心心变现出来的 我这个身体也是心心变现出来的 一切众生山火大地 这个座椅 道具也都全是自信变现之物 你从这个地方 你才能够去如 我跟佛是一不是二 我跟佛的关系很近 没有距离 你是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 不了解四世真相 佛跟我们距离很远 佛高高在上 其实不然 没有高下 没有远近 没有去来 这个道理在大陈经里面讲的很多 你慢慢去读 慢慢去参 慢慢去体会 你能够体会到很有受用 感谢观看